这是我们第二步跟大家要交流的就是 钉酸缩菌对动物肠道的这样一个控制作用 下面一个背后 就是我们跟大家一起来交流一下 钉酸缩菌的应用的一些案例 这一个就是我们说的这样一个 这当然都是宏观的 主要是生长方面的一些表现 这是在指数上面的用效果 我们看一下 就是用了钉酸缩菌以后 这个用量是100亿的 用了10克每公斤的10毫克 就是一吨里头用10克的钉酸缩菌的量 大家看一下这个日珍重 它增加还是很明显的 就从150将近增加到了200 是吧 产生量从220增加了将近240 料比从1.3 大概从1.35左右 那么降掉了1.2 那么第二个也是类似的 这个天津的量也是一样的 这个我们看一下这个日珍重 就是将近从300克增加到了340 那么料比从1.6下降到这个1.35 中原还是非常明显的 那么这个是我们做了一个比较的实验 就是用钉酸缩菌 还有抗氛素做一个对比的实验 所以我们就看一下这下面一个图 我们看一下这个 从日珍重来讲 我们看一下 抗氛素当然是最好的了 那钉酸缩菌跟它的差距也不大 这个日产生量也是一样的 就是说这个抗氛素的走 它是产生量是最低的 尿比来讲 抗氛素是最好 然后钉酸缩菌是居中 就我们看一下 从效果上来讲 就是说用了钉酸缩菌以后 跟抗氛素结晶 当然还是有点差距 好 再看一下我们说的腹泻率 腹泻率的话 我们看一下 直接看后面这个几个图 就腹泻指数 那钉酸缩菌的 也是介于中间的 腹泻的频率 腹泻率也是在于中间的 就是说用了钉酸缩菌以后 它跟抗氛素确实比较接近 另外我们在这个瘤上面 做了这样一个抗腹泻的 这样一个实验 那么这个是个瘤 直接这个毒瘤 直接给它去 喂食钉酸缩菌 就加到瘤奶里去以后 通过这样一个瘤奶 直接服用了 所以我们看一下 就是说对着走 它的腹泻率很高 基本上每头都腹泻 最后的这样一个死亡率很高 就有17%的死亡率 如果我们用低剂量的 在一个钉酸缩菌以后 它的这个腹泻率 可以降低降低一半 它的这个死亡率降低一倍 就是从17%降到了9% 如果我们把这个 钉酸阻力的剂量加高的时候 它的腹泻率 大概降低到50%左右 当然它的死亡率 降低得非常高 降低得非常明显 就是死亡率 差不多降低了五倍 只有3%的死亡率 所以这个是毒瘤上的 这样一个使用的效果 这个是一个肉鸡上面的 使用的效果 这个总共是将近5万只鸡 就每分成了三轴 每一只 每一轴大概有 16000头 也是用了我们说的 低剂量的 高剂量的 还要对照走的 就是我们说的高浓度的走 就是每5000只鸡 用这个一身的 这样一个 冰酸缩菌的发酵液 低龙多是 一万只 用一身 所以我们看一下 这样一个 就看这个 大家看一下这个死亡率 我们看一下 对照的死亡率 总共是死了3000多只 低龙多的是 死了1000多只 高龙多的只死了500只 所以从这个来讲 当然产生的这种经济效益 就非常高了 就是这个 就是减少了死亡率 非常非常显著了 就是他的死亡率 降低了四五倍了 这是一个 弹机上的一个应用的效果 总共是 加进两万只鸡 就一个是用 丁酸缩菌的 一个是对照走的 就大概是 每吨食料用一公斤的 就全程使用 大概用了一个月 那么这个 对照走的起死的时候呢 就他的这样一个 产单率会高一些 就我们看一下 这个对照走起死的时候 他的产单率是 百分之八十二点四 那么我们这个 处理走是 七十九点四 将近百分之八十 但是我们用完了以后 大家看一下 弹众增加了 这个我们 耗料当然也会增加一点 但是他的产单率 就是我们说增加了比较多 增加了百分之二点四 死潮率 还有迫带率等等 都产生出比较明显的效果 这种证据 我们下午 准备了 我们下午 这种证据 我们下午 这种证据 我们下午